A,B,C,D,答案解析,A,你的智商还是蛮高的,你很聪明,也很圆滑,你的人缘不错,再加上你善于经营自己的人际关系,因此,身边的人都非常喜欢你。 你工作认真,做事严谨,是老板心目中的好帮手,你的情商也很高,不仅能说会的,而且经常哄得别人开欢大笑,你的心中一直都有一个梦想,而你也会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努力泛斗,我想,你一定会在某一千取得成功的。 A,B,你的智商一般般,这倒不是说你是一个笨蛋,而是你的个性过于单纯,所以在很多人的眼里,你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。 其实,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,无论学习,还是工作,你都是大家心目中的佼佼者,可是你的心去不够成熟,而且不善于处理一些人情事故,因此,在大部分人的心中,你并不是一个聪明的人。 我觉得,你应该要学会更加成熟一点,不要动不动就付出自己的真心,免得被人骗了都不知道。 C,你的智商超级高,你的智商超级高,而你的情商也是如此,你一直都活得特别精明,知道怎么说对自己有利,怎么做可以避免风险,总之,你是天生的王者,注定一辈子顺顺利利,大富大贵。 虽然你足够聪明,但是你本性纯良,因此,你从来都不会在别人背后设计陷害,因为你的心里早就奔出胜负了,根本就不需要见不得台面的小手段。 D,你的智商也很高,你也很聪明,可是你的情商不太高,因此,你的身边没有几个朋友,而你也总是一个人来,一个人走,也许有人会觉得你很孤单,可是你并不这么觉得, 你觉得这样的人生才是自己想要的,因此,你并不会感到十分沮丧,你的人生没有大起大落,而你也会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给自己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然后,可行 继统集朋友